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之道 31岁的张大爷最近经常乏力,口渴消瘦的厉害,还有点发烧的情况 于是,在老伴王姐姐的陪伴下就医检查,却不料查出肝癌胃癌 老伴一时间无法接受,也病倒了 经过医生的检查,王姐姐也查出了肝癌,只是情况比张大爷好一点 原本二人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才独自来就医 可现在看来必须要通知儿女了 为何一家老小同时查出肝癌胃癌,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 原来张大爷和王姐姐有两个儿子,八个女儿,十个孩子都十分出息 这也不枉费二人,省吃俭用,供两个孩子上学 两个人这一生都比较要强,即使家里在困难,也都咬牙坚持让孩子念书 这些年,二老养成的节俭习惯,在子女都出现了的现在,依然没有改变 两个人深知挣钱不易,重视节俭,每当逢年过节,孩子给带回来的水果,吃不完坏掉,也不舍得扔掉 孩子们都说要多吃水果,有益健康,每次回家都买上好多 而老年人吃点水果,也有助于改善便秘 可是,这水果一多,吃不完,便容易坏掉 老两口,舍不得扔,就将坏掉的水果,弯掉坏的,吃好的 在孩子们回家探望的时候,老人都是拿出好的水果,坏掉的水果,留着两个人,慢慢吃 所以,孩子们也不知道,其实这些年来,老人却总吃烂水果,再次提醒,这种烂水果吃太多,肝,胃会受不了 很多人都觉得,烂掉的水果,吃好的那一部分,应该问题不大 其实不然,烂水果会产生亚硝酸盐,会导致大肠杆菌菌失调,让人腹长,腹泻 而且,有些水果一旦没变,就会产生毒素,从而导致神经系统和肝脏中毒 尤其是葡萄,橘子,橙子,桃子等水果,一旦腐败变质,就会产生青霉 就算把腐败部位扔掉,细菌还是会残留在水果内,只是肉眼看不到,食用后会导致肝中毒 长期吃这类水果,严重损害肝脏健康,增加癌变几率 像葡萄,苹果,梨等,若是果皮腐烂,可挖掉腐败部分继续使用 但是,如果烂到了果核,就一定要扔掉,切莫舍不得 此外,这四类人,也容易被肝癌找上,希望你不在其中 第一类,长期生气,情绪抑郁的人,百病皆生于气,经常生气,发火,肝会承受不了 肝主疏泻,情绪对于肝脏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关系 尤其是,长期生闷气,容易导致肝气愈结,增加肝癌几率 此外,当人在生气时,会分泌一种叫而茶分岸的物质 这种物质,会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血糖升高,脂肪酸分解加强 血液和肝细胞内的毒素相应增加 国外有研究发现,易怒的人患肝病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50倍 第二类,滥用药物者,不遵医嘱,滥用药物会严重损害肝脏健康 医学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中国普通人群中,每年药物性肝损的发生率高于西方国家,不容忽视 生活中,抗生素,解热阵痛药,避孕药等都亦引起急性肝损害 日积月累,肝脏无法附和,则会加速病变,甚至诱发癌变 第三类,长期熬夜者 熬夜扰乱生物中,患癌风险增加 熬夜会让生物中紊乱,会导致肿瘤抑制基因受损,进而刺激肿瘤生长 其实之前具有大规模的人群研究,已经证明生物中紊乱会增加患癌风险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 经常熬夜,作息没有规律,缺乏睡眠,有可能会导致肝病,脂肪肝的产生 进而发展成为肝癌 第四类,长期大量喝酒者 长期大量喝酒是导致肝癌高发的因素之一 不论是酒精还是酒精的代谢产物,都会损害肝脏,诱发肝脏疾病 研究发现,每天仅喝三杯酒就足以导致肝癌 每多饮食客酒精,大约相当于一杯酒精饮料 患肝癌风险会增加约4% 因此,喝酒是导致肝癌的重要因素之一 生活中尽量不要贪悲哦 肝癌的发生,一般伴随这几种表现,模糊时 一,没理由地感到疲倦乏力,常见指数 二,莫名销售 一个月体重下降50公斤以上,常见指数 三,消化到症状,食欲下降,腹胀,恶心,矮气,常见指数 四,中低度发热,37.5到38.5摄氏度 一般持续3到5天,常见指数 五,出血倾向,牙龈出血,皮下预斑等,常见指数 六,胸门咳嗽,常见指数 七,肝趋疼痛,间歇性或持续性隐痛 往往是中晚期表现,常见指数 养护肝脏,坚持做好四个一 一,一杯茶水,护肝排毒,饮茶 护肝排毒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之一 用护肝小植物搭配泡水喝,给肝脏减负担 十分有益 白骨钉翻次梅茶,白骨钉泡水喝,护肝排毒,礼器解育 促进肝脏健康,婆婆钉,入肝精,擅长排肝毒 跟乳剂的功能不相上下,最常用在需要去肝毒者身上 白骨钉还可对抗内毒素造成的肝细胞溶媒体和线粒体的损伤 解除内毒素导致的毒性作用,提高肝脏解毒能力 从而保护肝脏健康 翻次梅花是一种野生小玫瑰 为心肝性微温可疏肝解育,促进血液轮回 能够温养人的心肝血脉 对于肝脏健康非常有利,并且有助于肝气抒发 二者搭配一起泡水带茶饮 对于排肝毒,输肝理气,保护肝脏健康,大有益处 二,一个穴位,疏通肝气,太冲穴,正坐或仰卧 足备第一,二足指之间凹陷处 经常用手指肚,点揉太冲穴,可疏通肝气,促排毒 有益肝脏健康,用左手拇指指腹,按揉右太冲穴三分钟 然后,再用右手拇指指腹,按揉左太冲穴 左右交换按揉,反复二到三次 三,一份睡眠调补肝血 人望,血归于肝,熬夜就是熬肝血 在睡眠时,流经肝脏的血量增加 有助于养肝血,滋养肝脏健康 一旦,固子时不睡,就会造成肝血不足 此时要熟睡,晚上11点前,要进入睡眠状态 不可熬夜,午时小气,睡一会午觉 可养肝肾,进而有利于养肝血,促进肝脏健康 感谢您观看今天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可以点赞收藏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再见